技能的提升不是一個福利 不是說我學歷低 又或者我新移民 或者我怎樣約細社群 政府就要幫我去做一個技能的提升 不是這樣那麼簡單 而是你發展到今天是全民都要做技能的提升 那大的問題就是到底由誰做呢? 有沒有一個機構是真的統籌整件事 即是新加坡就有Skills Future 那你香港有沒有一個人有沒有一個機構 是真的全權統籌整個技能的提升 如果沒有的話是否要做一個出來呢? 那這個也是我們報告的一個重點的建議 那第二就是說資歷認證的問題 那剛才說到我們有學術資歷 有專業的資歷 兩邊是談不到的 那怎樣可以正如十三五規劃 王教授剛才說去踏一個立交橋 將它駁起來呢? 那當然怎樣踏起來 我們覺得有幾個層面可以去想的 就是右邊你看到有修生 有課程有出路 為什麼修生呢? 就是因為如果我連修生都進不了學 即是說我都沒辦法去獲得進修的機會 那你談何之力呢? 那當然你進去之後課程 讀完之後的出路 這些都是重要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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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